这个小男孩名叫尼祖 九岁的他还没尝过新鲜的食物 母亲不会做饭 每天都只能吃罐头餐 父亲则热爱工作 对吃的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终于尼祖受不了吃罐头了 他向母亲提议自己想吃蛋糕 尽管母亲厨艺不精 但为了儿子还是选择了瞎捣咕一番 可一顿操作猛如虎 最后的成品根本不敢说是蛋糕 就连还在煮的罐头餐都糊了 没有办法 母亲只好烤上几块吐司当做晚餐 虽然吐司小小一块 但外醉内软的吐司 让尼祖第一次尝试到食物的美味 自此开始 他对美食有了极大的兴趣 晚上他会在被窝里开着手电筒 读美食杂志 白天会在花园里想象自己是食品店老板 就是父母在一旁看着 觉得他可能哪里少了根筋 很快自信的尼祖提出了 要教母亲做饭的提议 等到美味的意大利面出炉 父亲却觉得味道不咋样 也不知是母亲给气到还是咋的 他突然犯了哮喘 好在药物给得及时 母亲才没有什么大碍 后来父亲带着一家去浇油 可带的食物是罐头肉 尼祖又在那儿显三显四 可把父亲气得直接把罐头肉给他丢掉 此时母亲的哮喘病日复一日的加重 尼祖却不以为然 天真的认为母亲的病会在圣诞节好起来 毕竟到时候还要教自己做白果馅饼呢 何几周不到 母亲就虚弱的要靠呼吸机来维生 尽管如此 母亲却不想扫尼祖的性 哪怕身体再虚弱 他也要坐在一边 教着尼祖去做白果馅饼 此时明白 母亲活不久的尼祖 在平安夜这晚和母亲紧拥在一起 把自己的所有悲伤都发泄出来 等到圣诞节来临 原本是个喜庆的日子 却让尼祖带来了绝望 他睡醒发现父亲坐在一旁 失声痛哭 那是他第一次见父亲如此姿态 原来母亲在睡猛中 与世长辞了 思念母亲的尼祖再次做了一份吐司 孤零零地坐在饭桌 品尝着这道夹杂各种情感味道的美食